咱们留在这儿 不可以搬出去 哥哥 为什么呢 你们稍安勿躁 听我说 从现在开始 你们也必须扭转一下心态 别再当我是哥哥看待 我已经不在世了 我现在就是牛大海的妻妾 既为人父 就要有个媳妇儿的样子 奴大海母亲健在 妻儿双全 这里是个完完整整的家 我有什么道理 让她在外头另辟家事呢 就因为怕麻烦 怕纠纷 怕责难吗 别说你不怕 刚才在门口那场大闹 奴才握着你的手 不 她们又湿又冷 你还脸色发白 连身子都在发抖呢 对 我承认 我承认我很害怕 很伤心 若琳的话 像无数之间一样地刺着我 季远的愤怒 更像一条火色地烧着我 可我应该做的 并不是呆呆站在那儿流泪 和发冷发抖 我应该做的 我应该做的 是努力地向他们解释 恳请他们的原谅 请恕属下无礼 哥哥 您这话可说得有点傻了 傻吗 铁杵能磨针 滴水可穿石 不就凭着一份傻劲吗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 不是来拆散这个家 虽然 大家都认为我是个破坏者 我也早就知道有这么个难题 可一旦真正面对面的时候 我还是笨拙地张晃失措 不过没有关系 这本来就不是一件荣誉的事 总要慢慢来的 我就不能逃之遥遥 我必须拿出勇气 来克服一切 因为这条路 是咱们选择的 铁杲 我必须拿着 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样吧 在这段时间里 你尽量多待在 望军小株里 委屈你了 为我忍一忍好吗 嗯 我都听你的 好了 我想 我应该去拜见老太太 我是说拜见额娘跟燕姬 不如我先去 看看前行再说吧 我才说要拿出勇气 你却要我躲在这儿避风头 叫人笑话我不懂事 没规矩 好吧 我陪你一起去 老三也去 不不不 这成何体统啊 待会又叫人笑话 我还在摆格格的架子 还是视宠儿交什么的 我不要落人口诗 而且 你们两个在场 会叫我更担心 更紧张的 我求求你们别来 你们陪客膳吧 你们陪客膳吧 带她回房 哄她睡一下 她应该睡午觉了 让云沃儿陪我就好了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